那次要去教授 贊友 贊友 我是贊友 贊友 我是大學同學 同班 但我高中就看過她 但是高中不太熟 只知道是隔壁班同學 所以有時候路上經過會看到 他應該覺得我很讚 大學的時候 他剛好又跟我同班 學校又坐我後面 就前後這樣子 而且他第一天很不害羞的跟我借筆 今天去練打耳朵沒帶筆來上班 沒有帶筆了 通知大沒有說規定要帶什麼筆 正常人都帶筆 不是啦 就是 他追我啊 我怎麼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好驚訝 絕對不是我對他的 剛上學的時候 每個禮拜幾乎都會回去 回去的時候就會問他 說要不要一起回去啊 我發現其實他沒有這麼愛回家 甚至是為了想帶我 所以就一直想要回家 之前一個月 每個禮拜四個禮拜都要回家 之後就不回家 大學出去的時候 那時候他要湊鑰匙 就說我們要跟同學一起去玩 他指定我要湊他的鑰匙 屁啊 那時候你說不要給別人讚 然後你還問我說鑰匙是哪一支 才不是才不是耶 他又說這一支 不是不是 絕對不是這樣 他們還說怎麼會這樣 哪有這麼巧思 就是這樣啊 是你像我從你的樣子 屁啊 這太扯了 默契 好難喔 幾月幾號 你也要寫吧 請立牌 蛤是太難了吧 完成 當然 還寫錯字 怎麼辦 你又要叫我 請翻牌 到底是幾年啊 一起喔 一起做最瘋狂的事 一起 一起 幾分牌 完了這兩個已經分齊了 不就有個數字嗎 跟幾個 幾分牌 他叫哥哥跟哥樂嗎 他就說 他就說想讓30歲的阿伯 50歲的阿伯 都叫他兒子叫哥哥 所以我兒子 大家都要叫哥哥 然後 葛樂是聽起來很像葛樂 葛樂 他都用腳寫衣服啊 一分多而已喔 計時 開始 完成 那是我們合組的一個家庭 哈哈哈 我可能 再找不到 對我這麼好的人了 真的 他對我真的很感動 就真的很愛哭啦 可是動不動就哭 不管是工作或家庭 他都可以給我很大的支持跟安慰 就相處了 很長一段時間啊 然後中間當然有很多 不管是快樂或不快樂 或者是 爭吵啊 難怪什麼之類 那就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那我覺得 能找到一個把我當作神一樣來看 你就應該要取了吧 有嗎 哈哈